零妖一个人的战斗,究竟有多惨?拉帮结派是个巨术活。 德国人在这个方面的天赋,似乎远没有造汽车、酿啤酒那么高超,众所周知,两次世界大战都被诸一般的战友坑得够呛。 德国一战时拖着纸糊的日尔曼兄弟奥兄帝国,还有与大清国齐名的西亚并夫奥斯曼土耳其。 二战时找了战斗力在低行线以下的意大利,战略神经错乱的日本,就这样与全世界为敌,也真是没谁了。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。 18世纪中叶,当时德国的前身普鲁士、国土、国力都远比后来局促,国王菲特列大帝,居然同时与欧陆四大国为敌,东俄国、南奥地利、西法国、北瑞典,声声打了一场反围剿的七年战争,只拉了一个盟友英国,却没出一兵一卒,稳坐海外摇旗呐喊。 打到最后,先别说士兵,战前所有的普鲁士老元帅已全部阵亡,全国共5500名军官,已经折了70%以上,这可比二战还要惨烈得多了。 万庆天上吊饼,俄国中途死了沙皇,新上位的彼得三世,原本也是德意志人,还是菲特列的粉丝,居然主动撤兵,还把瑞典也劝退了,又支援了普鲁士两万俄国兵,这才把菲特列从生死国灭的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 这种状况,也不能说德国人天生就诸于外交,实在是地缘政治条件太凶险了。 欧洲的地理环境,从乌拉尔山一路向西,首先是茫茫俄罗斯的东欧大平原,连通波德平原,又称中欧平原,西欧平原,直到大西洋,全是伊玛平川,阿尔卑斯山北部到有大片丘陵地带,但海拔也不过200至1000米。 德国首都柏林,就在这一大片平原和低丘陵的中心,下图中红点的位置。 当然,从七年战争来看,普鲁士人才是真正的欧洲战斗民族,德意志与全世界为敌的传统,那时起就已经种下了。 但普鲁士要想发展壮大,完成统一德意志各邦的历史使命,只军力强大还不够,身处四战之地,必须有纵横百合的手腕,随时随地拉帮结派战队队。 德国历史上,空前也许也是绝后的一位战略家,便横空出世了。 02不止铁血的比斯迈 1862年,比斯迈成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。 比斯迈后来号称铁血首相,但这其实是个误解,他绝非战争狂人,而是一个偏执却又滑头的老家伙。 他对个人事务很偏执,宁折不安,这一点荣厚在表,但却领导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,成为欧洲的老油条。 比斯迈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,首演就是在1864年的普丹战争。 丹麦与普鲁士接壤处,有一段争议领土,石勒苏伊格和荷尔斯太因,这是两个小公国,面积不大,却是恶守日德兰地侠的要地,比斯迈打算以武力解决。 欧洲领土的归属和继承,从来都是一锅粥,最怕说什么自雇以来,按当时的法统,其实双方都有些道理,普鲁士要出兵,也并非故意寻衅。 为此,普鲁士拉来了汉诺威、萨克森、奥地利作为盟军。 这下连德皇威廉仪式都猛了,就在三个多月前,普鲁士刚刚摆了奥地利一道,比斯迈坚决阻止威廉仪式参加由奥地利主导的德意志帮联王侯会议,双方为此撕破了脸,这才过百日,又要并肩作战了。 当然还是为了利益,因为范部长为了一只兔子得罪两只狼,再加上比斯迈前期的铺垫,英法额三大国都保持了中立,只调停而不干涉。 丹麦孤立无援,很快落败,普鲁士吞并什勒苏伊格,盟友奥地利拿到了荷尔斯泰因。 这个结局皆大欢喜,但只有比斯迈知道,下面又要搞奥地利了。 零三打架的原则是,拉一帮,打一个。 一山不容二虎,普鲁士要主导德意志的统一,必须把奥地利踢出去。 但二虎相争,必须提前把席局布好。 这一次比斯迈找的盟友是意大利,给的好处是吞并奥地利占据的威尼斯地区。 意大利起初不太情愿,但经不住比斯迈威逼利诱,最终统一南北加基。 其他大国中,英国最好搞定,他们一贯奉行光荣孤立政策,维持欧洲大陆军事。 当年的形势,普鲁士还算新兴势力,要打一下老大哥奥地利,在英国看来,颇有些像后来美国看一战, 同盟国PK协约国的意思,既损人又利己,自然乐得忠利。 比斯迈没费多大利,就把英国滚住了。 俄国方面,因为十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,刚好和奥地利有些龌龊。 比斯迈当过多年的驻俄大使,最知道俄国的养养肉在哪儿,俄国当年克里米亚一败,签订了巴黎合约,其中的黑海中立条款,禁止俄罗斯在黑海拥有舰队和海军基地,封死了俄国向黑海的战略发展。 比斯迈提出,只要俄国在普奥开打十人手中立,普鲁士将支持俄国废除这些不利条款。 不损人而利己,俄国也被争取了过来。 法国方面麻烦一点,比斯迈亲自拜会了法皇拿破仑三世,承诺只要法国在此次普奥相争中保持中立, 那么将来,如果法方要吞并卢森堡和莱因河已须的德意志小邦国,则普鲁士也会保持中立。 这就很有玄机了,中立是不反对,但也没说支持,而且那部分地区紧邻法国,原本也是法方势力范围,比斯曼是康他人之楷。 但无论如何,画饼也是饼,拿破仑三世愉快地接受了条件。 万事俱备,1866年普奥战争正式打响,意大利军对强悍的作风古已有之, 20万亿军对8万澳军,居然一战击溃,不过好歹也算分了奥地利的兵,起到了先制作用。 另一边,普奥双方在萨多瓦决战,比斯曼随身携带了毒药,准备一旦兵败及杀身成人, 其对自己的偏执可见一斑,日后纳粹德国的希特勒、格林诸军,也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。 战役结果,普鲁士大胜。 此时,除了比斯迈之外,从皇帝到总参谋长,所有人都认为,应当成圣追击,高唱凯歌太破维也纳。 零四聪明人都懂得见好就收。 比斯迈的态度很坚决,他不惜以辞职为威胁向威廉仪式觐见,见好就收,马上停战和谈。 他警告皇帝说,在欧洲不止我们普鲁士一家,身边还有三个对我们饱含恨和嫉妒的强大国家。 这当然是指英法俄,他们能允许普鲁士大赚一笔,但绝不会容忍普鲁士吞并奥地利,一跃而成巨无霸,打破势力惊衡。 按照比斯迈的设计,普鲁两家不但和谈大兵,而且还要重归于好。 战后,普鲁士组建了北德意志联邦,德意志的统一八字算有了一撇。 奥地利死了统一德意志的心思,第二年就改组成奥匈二元治帝国。 就像三国里曹操义士张辽,从此多了一个死忠,萨多瓦决战后,奥地利同样一盟普鲁士不杀之恩,从此成了普鲁士忠实的跟班,直到一战后解体。 接下来,就胜难得一致,背靠法国的几个邦国了,为此,普法战争又上到议事日程。 战争是由法国先挑起的,但比斯迈却是毫无疑问的总导演。 战争起因是西班牙王位争夺事件,而真正激怒拿破仑三世的,是埃姆斯密殿。 但直到二十多年后,人们才知道,这封发自德皇威廉一世,言辞激烈,态度强硬的殿文,居然是比斯迈偷偷篡改的。 尊贵的比斯迈博爵大人,如此不顾身份,使这等下三滥手段,节操已燃碎了一地。 然而在当时,普鲁士还是扮演了一个受欺者的角色,获得了欧洲各国道义上的同行,奥地利,俄国都表示中立。 比斯迈又不失时机地将内部文献透露给英国,那上面显示,法国要兼并来英河地区,卢森堡甚至是比利时。 其实这正是当年比斯迈向拿破仑三世承诺的主要内容,但在英国看来,却是法国要打破欧洲大陆军事的大部委之举,是要有人出头收拾它一下了。 英国政府立即表示,严守中立。 外交运作之下,普鲁士其实早就做好了战争准备,主动宣战的法国,反而是无备而来。 最终,法国战败,拿破仑三世在色刀被俘,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覆灭。 俘虏是趁势吞并了南德意志各邦,完成了德国的统一,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此成立。 壮志有仇,此后的比斯迈,又执掌德国国政进二十年,却毫无铁血首相的作派,不再发动对外战争,而是小心翼翼的诚实力,赞人品,十次战之地的德国,在欧洲维持微妙的平衡。 假如德国能秉持比斯迈的国策,又哪会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况呢? 05非典型老狐狸的成功术 1898年,比斯迈功德圆满,寿终正寝。 他的成功经验,其实大家都懂,就像韩寒后会无期中所言,小孩才分对错,成年人只看利弊,但门心自问,常人真的能做到吗? 比斯迈如果不做首相,就是一个古板,刻薄的老乡身,他曾经带着毒药上战场,固执己见把威廉一世卖枯, 与威廉二世政见不合就愤而辞职。 他甚至选择下葬自家庄园墓地,以此避开皇帝给安排的国葬,至此都不原谅威廉二世。 但身为首相,比斯迈却一秒钟变格格,成了多谋善变的老狐狸,为了得意志的利益,招勤莫处,巧言令色,偷鸡摸狗可是没少干。 什么是职业人,何谓职业精神,比斯迈做了堪称完美的权势。 可惜,盛产哲学家和工程师的德国,此后却再也没有推出过这样职业的战略家。